妈 感谢你和我爸爸结婚 才有了我 想想啊 这个家里也只有一名你 心里才有这个妈妈 好了好了 给妈唱首歌吧 我要把这首歌 送给我心中最最心爱的 许锦绣 没大没小 怎么可以直呼你妈妈的名字呢 因为许锦绣女士 不仅仅是我的妈妈 她还是这个世界上 最美丽 最善良 最温柔 最可爱的女人 你在我眼中是最美 每一个微笑都让我沉醉 你的坏 你的好 你发脾气是绝起的醉 不好意思啊 破音了 没有没有一鸣 你唱的歌啊 妈妈觉得是世界上最好听的歌 真的假的啊 真的 那你知道吗 我爸能娶到你啊 我真的羡慕死了 所以呢 我要代表我爸 不对 我要代表全世界 拥抱你 我最心爱的妈妈 我的好儿子 妈妈有你这么个儿子 是太幸福了 太幸福了 你怎么在这儿 许锦 不是你叫我来的吗 我是叫你来 你为什么不吭声啊 你想偷看什么 我刚才看见一鸣在跟你唱歌 所以 我不好打扰你们的生活 你也知道不好打扰人家的生活 那么我问你 为什么我结婚纪念日的时候 收到的礼物是你送的呢 你不知道吗 结婚纪念日的礼物是很隐秘的 你一个外人插什么手 我们同时女人 你换位思考 如果你再结婚纪念日的那一天 你收的礼物 居然是你老公的秘书送的 你会怎么样 我 我 我实在是因为姜总她太忙了 所以我才 老爷 医馆太多了吧 一鸣 一鸣 其实我是好姻 行了行了 就算你是好姻 你为什么选一样啊 最不合我老公的心意的礼物送给我呢 害得我跟我老公吵架 你是什么巨星啊 徐姐 我真的没有这个意思 好了 我不想听你解释 如果你想在我老公面前卖乖的话 我提醒你一句 懂点情商才行 妈 别生气了啊 坐 其实说完不值得 一鸣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我妈都生气了 赶紧走赶紧走 什么女人呢 你别生气了啊 来 儿子抱抱 没事 没事 嗯 只有我的儿子是最贴心的 再亲一个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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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让我生气 真让我生气 气死我了 闺女 你没看见你妈 我非常生气嘛 你笑 妈 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动物 能惹你生气 什么 你自己啊 你个臭丫头 妈 我都能想到你后一句说什么 都怪我当时有眼无珠 嫁了个穷光蛋 所以我现在才过得这么可怜 所以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这有钱人家的人 如果惹了老婆生气 那怎么办 就是给老婆花钱买东西啊 这女人嘛 花了钱买的东西气就消了 可是如果你嫁了没钱的男人 那她不仅不给你买的东西 还让你受气 所以有个 死丫头 我跟你说话你听音乐 珍惜生命远离怨妇 怨妇 我称怨妇那是因为你爸 你听见没有 你如果不想称怨妇 就只能干一件事情 相亲 我不去了 什么 妈 我已经不是三年前那个孙家元了 我有自己的想法和意见 你答应过我的 只要我回来之后 我的人生由我自己做主 现在是你兑现诺言的时候了 我答应你什么了 你三年前明明保证过的 怎么 去美国三年 翅膀硬了是吧 敢跟你妈对嘴了 我告诉你 今天我给你保证 不入豪门 相亲不止 去哪儿 我去买衣服 不买衣服 怎么掉军回去啊 冰冰 这是送给你的 谢谢 八朵 这个是送给你的 哇塞 好漂亮的手链 这包我们要很久了 你们两个喜欢就可以了 我喜欢 不过啊 这礼物我们也算受之无愧 为了帮你拍你那个东旭哥 我们俩快变成狗仔队的了 就是啊 你在美国单恋这三年 这次回来要是再不把你男生拿下 我俩都瞧不起你 你们两个放心 我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个孙家元了 为了我的男神 我瞒着我爸 我妈 我都改学护理专业了 你们都不知道我在美国 流了多少血 流了多少汗 才拿到这个毕业证 所以 我一定要和我的男神在一起 加油 等等 你们两个既然收了我的礼物 是不是该向我汇报汇报 我的男神到底有没有女朋友啊 谢谢护士长 谢谢护士长 助意 没想到我的男神居然为了我首身如鱼 默雪core 我来了 我这次一定要在你面前好好表现 我一定要让你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孙家元 让你看到一个为了爱情浑身发光的孙家元 孙家媛 加油 孙家媛 加油 嗨 隔了两万五千八百个小时 好不容易才见到面 怎么就能这样错过呢 孙家媛 你这是笨死了 你 哈喽 东旭哥 是我 我是孙家媛 我回来了 你最近过得好吗 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 你不是去美国学音乐了吧 怎么敢学护士了 因为我的兴趣在这里 所以我改变了我的志向 你大学不是念的音乐系吗 音乐系和护理科也差太多了吧 人生中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自己的志向 而我的志向就是你 你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你是医生 而我想做一个辅助好医生的好护士 当护士很辛苦的 你这么毛毛躁躁的能行吗 对 东旭哥 吃饭的时间到了 你肚子不饿 该吃饭了 你也该吃饭了吧 我们一起去吃 一起 不行 为什么 我的意思是 我的工作还没有完成 不可以去吃饭 而且我们两个吃饭要慎重一点 吃饭为什么要慎重一点 反正就是等哪天你也有时间 我也有时间 你再请我吃饭 请你吃饭 对啊 你不是答应过要请我吃饭的吗 三年前你答应过我的呀 有吗 我怎么不记得了 妈 你不记得了 我懂了三年就是为了和你吃一顿饭 你怎么能不记得呢 你也太有追求了吧 就为了一顿饭 眼睛就这么泪水汪汪的 好了 开玩笑的 我记得我的诺言 和你吃饭不赖账 既然约定好了 我就会遵守 你想要吃什么 去哪里 都你决定 决定好了告诉我 我先走了 等等 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 我没换电话 我三年前就没有你的手机号 是吗 哦 哦 决定好了 打给我 拜拜 拜拜 太棒了 我终于要到东西哥的手机号码了 你今天能早点来医院吗 我有事要跟你谈一谈 江小山 你听上去很严肃哎 就是很严肃的事情 好好好 我再点过去 嗯 拜 爸 还是我来吧 手没事吧 不是手有没有事 是这个人没有用 啊 刚才是你女朋友打电话来啊 什么时候把她带回来 让我看一看啊 你答应我 好好照顾自己的手 我就把她带回来给你看 你把她带回来 跟我的手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有关系啊 你的手没好 怎么做菜给别人吃啊 嘿你这小子 还挺有心机的啊 好 烦面啦 好 慧琴啊 咱们的女儿找了一个很不错的丈夫 英俊 善良 又懂礼貌 现在东旭也有了女朋友 听说还不错 如果你能看到这些 一定会觉得很欣慰的 慧琴 孩子们总算没被我拖累 各自有了各自的生活 看着他们这么争气 我总算松了一口气了 好 怎么了 要跟我说什么事啊 我 东旭 我想老是跟你交代 其实我不是孤儿 我是末卫集团的千金 什么 江应山 你居然欺骗我 还骗我三年 东旭 我不是故意的 请你原谅我 你是怕我看上你们家的钱是不是 所以才故意瞒我 来试探我对吧 江应山 你也太瞧不起人了吧 恋人之间 最重要的就是信任 如果连最基本的信任都做不到的话 我觉得我们没必要再下去了 怎么了 发什么呆啊 不是有话跟我说吗 我 我看到医院的报刊了 然后呢 报刊上登了一组图片 上面写着最帅医生 你应该知道吧 那不就是有人偷拍我的照片 上传到网络上去 没想到医院的报刊也转载了 怎么了 你什么时候关注这些八卦了 对啊 看到你那么受欢迎 我也有危机感嘛 一大早就要跟我说这个啊 特立独行的女汉子 吃醋可不是你的风格哦 人家也是女人嘛 我也需要安全感嘛 你能够理解吗 我能理解 想到你是个孤儿 对安全感特别地渴望 我就更觉得疼惜 东徐 我该怎么跟你说 周六跟我回去吧 我想把你介绍给我爸认识 那天是他的生日 怎么 不想去啊 没有 那我们下了班 一起去给叔叔买礼物吧 不用买了 能够把你带回家当礼物 我爸就很开心了 真的不疼了吗 没事了 你就放心吧 你看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要不是那个叔叔 想起来都让人害怕 你还没有找到他吗 我今天去医院 跟那个护士问了一下 他说那个叔叔 填完住院登记表 就跑开了 那护士还没有录入到计算机里面 就不知道把表哥放哪儿了 所以我让他想办法 一定帮我们把他找到 找到他一定好好感谢感谢他 老公 只要你能够平平安安地 陪在我身边 就是我这辈子 最大的幸福了 那好啊 那今天 就不要再让工作 进入到我们俩中间了 我们挂人世界好不好 我先声明一下啊 我自动屏蔽掉儿童不一的镜头 你不用屏蔽了 你要跟嫂子好好学学怎么样做女人 冰一天总像个假小子似的 我是来说正事的 说完我就走 哥 你能从公司给我带一套 最时尚的男士登山服给我吗 我要送人 男士登山服 你要送谁啊 这你就别问了 你给我就是 那最实码你得告诉我尺寸吧 跟爸差不多 你别告诉我啊 你找了个大书籍的男朋友啊 你才找了个大书籍的男朋友呢 我是送给他爸的 果然是谈恋爱了呀 你们这回套我的话 我不跟你们说了 我先走了 一山 你别忘了啊 你有个哥哥 如果那个小子敢欺负你的话 你找哥哥我 哥 我真有事想跟你说呢 说吧 我和你嫂子 都特别支持你谈恋爱 是啊 我们携耳恭听 我只跟我哥说 实实秘秘的 去吧 出来一下 就这样 我隐瞒了自己的身份 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哥 我该怎么办呢 我怕只要我一坦白 我就会失去他 霓山 哥给你算一笔账 你撒了个谎是没错 这个扣掉一分 但是呢 你是个有钱人家的千姬 这个给你加上一分 那这就扯平了 所以你可以把真相告诉他了 为什么我是有钱人家的千姬 还可以加上一分啊 难道他就不想娶一个白富美吗 他才不是那样的人呢 那如果你这么说的话 我也可以说啊 嫂子嫁给你 也是因为你有钱 臭丫头 还挺替他说话的呀 哥把这话说回来 好不好 那哥再给你算一遍 你呢 撒了一个缓扣掉一分 然后呢 你主动坦白 加上零点五分 早些坦白呢 再加上零点五分 你该明白怎么办了吧 老婆 你会多心吗 你是说衣衫把你叫出去 单独跟你说他的秘密吗 我还担心你会觉得 衣衫提防着你呢 怎么会呢 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秘密 很多人将他的秘密 向别人隐瞒 甚至撒谎 都是迫不得已 其实衣衫也没说什么 他刚才说 别说了 帮他保守秘密吧 可如果这样的话 会不会让我们夫妻之间 多了隔阂和隐瞒 我可不喜欢这种感觉 我希望我们夫妻之间 是透明的 是一体的 不会的 不管怎么说 夫妻毕竟是两个人 不管他们生活在一起 彼此相爱 但是你应该有自己独立的空间 可是 我的空间在结婚之后 已经三百六十度 无死角地向你敞开了 那你的空间呢 还有哪个角落 我是没去过的 没有 那样 我的空间都是你 嗯 嗯 嗯 原谅 原谅我 不原谅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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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谅我 原谅我 他到底会不会原谅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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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翻遍了护士站所有的抽屉 才找到这张表 不好意思 让你拖了这么久 没关系 没关系 已经很感谢你了 这个上面怎么连名字都没有 那天这要写的时候你就来了 不过有了地址应该能找到人吧 谢谢 我说老兄啊 你的手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摔的 不就是摔的嘛 去医院看了吗 看了 当然看了 要不谁帮我报的 我说啊 东西都当医生了 你就别再去干体力活了 以后想干也干不了了 手受伤了 搬家公司也把我辞了 辞就辞了呗 等你女儿留学回来 你那两个优秀儿女养你 你就可以 想轻浮了 想什么轻浮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 像我这种人 闲不住的 闲不住的 你呀你呀 老落命 叔叔 你先进去一下 你先进去 走了 我没叫你别出来 进去去 走 一会儿再给你解释 进去 叔叔 你要干什么呀 我们追到这儿来了 像一次您救了我 我本来想表示感谢 可是您已经走了 我是好不容易才找到您 这人真多事啊 早知道我就不救你了 行了 行了 你的谢意我已经收到了 好不好 你回去吧 回去吧 叔叔 干什么 为了救我 您的手都受伤了 我想再带您去医院 去检查检查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烦呢 我已经去医院看过了 你看 都已经爆炸好了 你就别多此一举了 还有什么事吗 赶紧说完走吧 我还有事要忙呢 叔叔 干什么 您是我的救命恩人 你总该接受我 对您的感谢吧 是不是我收了这个钱 你以后就不来找我了 好 这就当做是我的医药费 这是我这几天的务工费 其他的你收下来 拿回去 够了 你的谢意也已经表达了 我已经收到了 你赶快回去吧 我不喜欢跟这些陌生人 纠缠不亲的 可是 还可是什么呀 我当初救你那完全是出于我的本能反应了 我又不认识你 对你没有任何的意图 你跑这来拿钱给我 那等于是在侮辱我 你知道吗 我 没关系 我就接受你一点侮辱 可是如果你还知道一点尊重人的话 以后就别再来了 我不喜欢跟陌生人纠缠不亲的 叔叔 您是我的救命恩人 你总该让我知道 我救命恩人叫什么名字吧 你这个人真啰嗦 你这 我叫刘万富 那你有什么吩咐随时给我打电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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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你回去吧 谢谢你 行了 行了 你赶紧走吧 别再来了 我都听见了啊 感情你是为了救探着手才受伤的 总经理 总经理 应该挺有钱啊 你应该向他多要点钱哪 你当我是什么人哪 怎么 今天这事可千万不要告诉东旭啊 知道吗 为什么 别问那么多了 别告诉他就行了 这个 给你的封口费 走 走 走 你睡着 不会了 怎么 快点 你已经到现在 心事重重了 我已经是用你了 它就在连续 你 na 中旭哥 我是佳元 今天晚上七点半 在酒吧见哦 你有什么事情 现在告诉我吧 今天晚上 我有一个承诺要去兑现 承诺 三年前 我答应过一个小不点 要跟他吃饭 没想到三年后 他还记得 现在吵着要跟我兑现承诺 这个小不点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 你们之间的一个约定 他为什么要记三年 怎么了 吃醋了 我才没吃醋呢 你平时那么黏我 我正好有时间去约帅哥 行 你去约帅哥 但在约帅哥之前 告诉我你要跟我说什么 我是想说 我要去见你爸 可能有点紧张 所以最近有点失眠 不用紧张啊 怎么回事啊 我走错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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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坐错了吗 眼看着熟悉的环境 面看着熟悉的环境 陌生的声音 尴尬的场景 我的心瞬间被拉近 冰冻的不能呼吸 我走进属于你的爱情森林 掏开了属于我的那份宁静 你在干吗 东旭哥 我爱你 我爱了你整整三年 不 我现在以后也会爱 我会爱你一辈子的 为了你 我拒绝了所有追我的男孩子 所以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你之前答应过我的 只要我从美国回来之后 你没有谈恋爱 没有女朋友 没有结婚的话 就给我机会的 我有说过吗 你当然说过了 我现在回来了 我见到你 心跳比之前跳得还要厉害 我感觉这三年的时间 就像我去买了一瓶水的时间一样 我对你的爱根本就没有改变 所以请你接受我吧 虽然我已经不记得 我有答应过你 不过你说得这么肯定 或许我有说过吧 但是对不起 我已经有女朋友 我爱她 她爱我 我们已经谈婚论嫁了 不可能 我朋友说你这三年除了接触病人 和你的同事之外 根本就没有出去约会过 你派人跟踪我 也不是了 不过你朋友说得没错 这三年来 我除了在医院 没有接触过其他女孩子 我的女朋友就是在医院工作 我们已经交往两年了 你这傻姑娘 怎么还像三年前一样吓人啊 吓人啊 那 晚饭 还要吃吗 我真的有女朋友了 她是谁啊 你刚来我们医院 我说了你也不认识啊 不可能 你一定是在骗我对不对 你一定不知道怎么拒绝我 所以才这样说的对不对 我承认 每一次我在你面前表现都很笨 可是 那是因为我想表现出最好的自己 是每一次都弄脚成的 许哥 我求你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会给你展现出我最真实的自己 谢谢 其实 我已经看到最真实的你了 如果我没有女朋友 我为什么会不接受你呢 你这个傻丫头 我 我到底该怎么办啊 就像我亲自伯伯爬了三年的山 可是爬到了山顶 发现别人已经插着了小红旗 你 感情的事情不能强求的 孙家园 放弃我吧 别浪费时间了 你可以找到更适合你的人的 可是我做不到 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 我管不着 也不想管 走吧 我打个车送你回去 我想一个人带我 你确定 那我先走了 你 爱 我爱 都值得 我的心是苦涩 流起所有泪 也无法去预合 剩下 昨日的晚期 我还连累 爱不舍值得 你不用暧昧我 我自己一个人雇用完就好了 是 是 那等你把这个包下酒吧的费用 给结清了 您尽量哭 您是现金还是刷卡 刷卡 搞得跟拍电影一样 三年不交男朋友关我什么事 喂 这么晚打电话给你没有打扰到你吧 不会啊 我在路上 不好意思啊 在你付三年之月的时候打给你 不过我是有一件事想跟你说 什么事啊 我想了一下 那个跟你有三年之月的女孩很奇怪 你们应该不只是吃饭吧 你现在是吃醋的意思吧 我猜对了吗 那个女孩现在应该就坐在你对面对吗 如果我猜对了 你就回答小炒肉 如果我猜错了 如果我猜错了 你就回答炸鸡腿 小炒肉 果然是这样 我就知道你是这样的 一山 我现在因为你连饭都没吃就出来了 我正在回去的路上了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你没吃饭就走了 说到小炒肉 我肚子都饿了 我已经快到了 等他打给你 出来吃饭吧 好 老婆 你说那个叔叔可真够奇怪的 他不仅不接受我的资助 还把我给骂了一顿 这就是人的自尊心呢 他把你的资助看作是施舍 当然不开心了 老婆 我觉得那个叔叔 跟你挺像的 可能是家境相近吧 对了 你说的那个叔叔手受伤了 不影响工作吗 还是我老婆心细啊 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 不过 以那个叔叔的性格来讲 我想要帮助他 只能不露痕迹了 嗯